家属 赶紧去交钱 病人现在情况严重 医生准备用进口真水 你先去交十万押金吧 用不完出院的时候会退给你 十万 不好意思护士 我身上现在没带那么多钱 能不能先交一万呢 哼 你说呢 如果现在不交 我就通知医生用普通药水了 十三老弟 我已经帮你查出来了 沈家这次能让伯母回来 很大的可能是想要霸占伯母 在天城兴趣的一百亩地皮 我妈在天城还有一百亩的地皮 她怎么不知道 我打听过 这块地是你外公赠予阿姨的 十八岁的生日礼物 当年花了一百万 她以前算是鸟不拉屎之体 但现在却是像伯伯 这一百亩地 现在五十亿丢出去 秒光 至少我有兴趣买下来 如果拿出来拍卖 一百亿不是问题 沈家当年只转走你外公外婆的产业 以及你母亲手里的公司股份 忘记了这块新华林的存在 当然 也可能是看不上 毕竟荒娇业临 谁会想到她几十年后会变成兴趣呢 我明白了 你找人用这个地皮 帮我拟定一份合同 小问题 小阿姨 阿博凉茶的股份我就收下了 如果虎妞有什么不适 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 叶神医 爸妈 怎么这么高兴啊 二十多年没回家 现在回来了 能不高兴吗 我和你爹来的路上还担心二十年不见 大家感情早就生分了 没想到 你二老爷和表舅他们一个个热情的不得了 出了高铁站 你表舅亲自开房车过去接我们 还让我们住白云居这么好的地方 这可是专门招待贵宾的地方 妈 二老爷他们有没有告诉你 什么时候见太老了 她身体不行 咱们应该早点拜见 也可以让她看看太婆秘方 让她高兴高兴 你表舅说了 太老了身体不好 今天还在打营养业 让我们过几天再去看事 太婆秘方 我已经让你表舅交给太老了了 什么 你把秘方交给表舅了 是啊 他说他黄昏恰好给太老了换药 可以顺便帮我带过去 我就让他拿过去了 你就不担心表舅把秘方占为己有 应该不会吧 你表舅一个大老总 大老远去接我呢 还这么盛情款待我呢 他怎么会起坏心思呢 人心不会那么坏的 而且秘方本来就是给他们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往好的方面想 希望如此吧 你表舅他们不是那种人 他下午还说了 他准备给我买一套房子 至少一百平方米 还是学区房 明天就去中介那里过户 没错 你表舅还坚持要你妈收下 我们拒绝几次 她还发火了 是啊 你表舅多好 五百多万的房子 就这样送给我了 希望表舅真给你一套房子 对了 妈 我给你买了一份养老保险 你签的名字 养老保险 我不是有一份吗 怎么还买啊 孩子给你买的 快签了吧 好好好 十三 这是你表舅和舅妈 快叫人 表舅好 舅妈好 哎呀 这就是十三吧 长得真好看 大学毕业了吧 在哪里高就啊 我毕业了 现在自己做医生 是个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好啊 就死胡伤 很高尚的职业呀 比起我家 只会吃喝玩乐的私承 你优秀太多了 呦 十三 第一次见面 舅舅也没带啥东西 这有十万块 你拿着 算是见面礼 好好努力 多救死胡伤 哇 谢谢表舅 我一定好好努力 哼 果然是没见过 世面的穷人 十万块就高兴成这样 好了 先不聊了 我约了中介他们 九点签约 小妹走 我带你去过户 大哥 这房子还是算了吧 啊 小妹你怎么又说这种话 不管你当年做了什么 你始终是沈家人 现在沈家发达了 给你一套房子 有什么 哦 妈 表舅这么盛情啊 你就不要推脱了 表舅几十亿身家 一套房子算什么 真是喜欢占便宜的货 表舅就是屌丝 格局太低 永远不会知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行 我这就跟你们去中介公司 表舅 妈 我跟你们一起去见识见识 这有什么好见识的 就是中介公司签个字而已 很枯燥很无聊的 等签完字了 舅舅再找你吃饭 嗯 天成我也不熟 而且我也没有带不工具 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去吧 我还可以看看 合同之类的 免得中介坑你们 不用了 我们把关就行 而且中介也是熟人 不会坑我们的 你不是没车子逮捕吗 你舅妈那辆马沙拉蒂 你先开着 自己开导航四处转转 晚一点舅舅再找你一起吃饭 行 那你们去吧 我出去溜达溜达 沈家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妈伤心 十三 你在天成吗 在啊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大姐在天成被车撞了 很严重 现在在红十字医院 我担心姐夫忙不过来 你有空帮我去看一看 我和爸妈正在去机场的路上 什么 唐风花被车撞了 到底怎么回事 大姐和姐夫 一个月前去天成找客户 收取被拖欠的工程款 结果折腾了一个月 不仅钱没有见到 还被对方吃喝完乐 榨取了积蓄 昨晚姐夫控制不住 就打了对方一拳 今天早上 他们从警局刚出去 就有一辆套牌轿车 向她撞过去 我姐唐风花先发现危险 就把姐夫第一时间推开 而她躲闪不及被车车撞飞十几米 这客户是什么人 海港集团 这是天成舞行 我知道了 姐夫 情况怎样了 严重吗 十三米怎么来了 情况现在还不知道 医生也没出来过 都是我没用 让风花跟着我吃苦还受罪 姐夫不要担心 大姐不会有事的 先坐下休息一会 晚点你还要照顾大姐呢 家属 赶紧去交钱 病人现在情况严重 医生准备用进口真水 你先去交十万押金吧 用不完出院的时候会退给你 十万 不好意思护士 我身上现在没带那么多钱 能不能先交一万呢 哼 你说呢 如果现在不交 我就通知医生用普通药水了 别 别 我交 只是需要缓一下 我找人拿过来 我这里有十万 拿去刷了 让医生用最好的真水 最好的药 十三 以前真是我对不起你 姐夫好面子 又喜欢嘚瑟 为了出风头 总是拿你来衬托 我真不是人 真对不起你 姐夫都过去了 以前的识别再提了 以后好好做人就行 唐家把你赶出去 真是天大的损失 别说这些了 说说这究竟怎么回事 我听若雪说 海港集团欠你们的钱 你也知道 林秀琳的性格 她看到我翻不了身 每天对我冷嘲热讽 而若雪的性子你也清楚 她这人对唐门产业 特别公私分明 所以我也不敢找她 扶持我一把 我忍受不了林秀琳天天赤马 就想到天成有个客户 还欠我五百万为款 然后我就带着风花过来讨债 我寻思着 就算拿不回五百万 拿个三百万也行 谁知不仅钱没拿回来 剩下的十几万 也被对方吃喝花完了 昨晚对方更是明确告诉我 五百万不可能还我 如果真想要拿钱 就让风花 陪他们五天 我控制不住 就打了她一拳 早上好不容易 从警局脱身 结果就有一辆车子转过来 风花如果有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那混蛋 那个客户叫什么名字 海港集团副总 韩剑忠 废物 让我女儿替你挡车 你怎么不去死 你没点用处就算了 还要害死我女儿 我真是瞎了眼睛 把她嫁给你了 韩剑忠 我告诉你 风花醒了之后 马上跟她离婚 马上从我们唐家滚出去 好了 好了 别打了 公共场合 闭嘴 你也是没用的东西 如不是你的原因 我三个女儿 全都可以嫁给富贵人家 怎么会跟这些歪瓜烈枣结婚 林秋玲 歪瓜烈枣 也比你这个婆婆好 老唐最倒霉的事 就是娶了你这个女人 贼物 让我女儿替你挡车 你怎么不去死 你没点用处就算了 还要害死我女儿 我真是瞎了眼睛 把她嫁给你了 韩剑忠 我告诉你 风花醒了之后 马上跟她离婚 马上从我们唐家滚出去 好了 别打了 这里是公共场合 哼 闭嘴 你也是没用的东西 如不是你的原因 我三个女儿 全都可以嫁给富贵人家 怎么会跟这些歪瓜烈枣结婚 哼 林秋玲 歪瓜烈枣 也比你这个婆婆好 老唐这辈子做的最倒霉的事 就是娶了你这个女人 啊 王八蛋 自从把你赶出唐家 你的素质变得越来越低了 连长辈都敢骂了 我也告诉你 现在的你一样配不上我们家若雪 别看你有几个小钱 比起我们唐家算个屁啊 你别见过这么多钱吗 对了 上次你用两亿从我们手里骗走的翠国地气 最好识趣的还给我 不然我报警抓你 当初跌成废纸的地方 没想到会被翠国圈起来做特区 市值瞬间暴涨几十倍 两个亿的地气 现在至少值五十亿 当初卖给叶十三 真是太后悔了 林秋玲 你还要不要脸 别避避 赶紧把地气还我 不然我死给你看 病人现在性命无忧 但双腿保不住了 什么 我来看看 你给我站住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是不是知道我女儿还活着 想要进去把她弄死出口气 我知道风花欺负过你 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怎么还放在心上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伤害我女儿的 林秋玲 你是不是有病了 我是医生 我看看能不能保住唐风花的腿 对 十三是医生 医素高超着呢 让她看看 说不定能救治风花呢 妈 让十三进去吧 你一个废物 多什么嘴 组织医生都说腿保不住了 还有什么可能修复 再说了 也十三是中医 风花是被车子撞断腿 她拿什么宝 难道拿银针缝吗 我是不会让她进去的 我感觉她居心不良 林秋玲 你再不让开 休怪我不给你面子了 我稀罕你给我面子吗 你的面子由我唐家大吗 我是唐风花的妈 我有权禁止你碰我女儿 你敢动手打我 我马上叫菲李 再报警抓你 你能不能不胡闹了 你就这么想风花残疾吗 快让开 让十三进去看看 不行 我对十三不信任 我担心她会害了风花 妈 别闹了 十三怎么会害风花呢 她不是那样的人 我求你让十三看看风花吧 林秋玲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哼 你要看风花也行 但为了保障风花的安全 咱们要约法三章 妈 什么约法三章 第一 如果夜十三进去 不管有没有治好风花 韩剑锋 你都必须跟我女儿离婚 我女儿就是坐轮椅 也不要你这个废物 只要能让十三进去 我愿意离婚 算你十去 第二 夜十三 我给你诊断风花的机会 但你以后离若雪 有多远滚多远 第三 如果没有治好 你还要把翠国地区还给我 嗯 林秋玲 你还真是混蛋 连自己女儿都用来做筹码 别废话 你就说 你答应不答应 哼 那如果我治好了 你是不是要从这里滚出去 要是治好了 那就说明你还有点良心 没有趁机伤害风花 妈 我给你十秒钟 你再挡着十三 我就让你滚出唐家 若雪 你敢这样说你吗 哼 还有五秒 夜十三 我当你答应了约法三章了 你没治好风花 你自己看着办呢 夜十三 是不是失败了 你马上把我的翠国地区交出来 给我滚 哼 大姐的双腿保住了 不过她腿上的针 暂时不能拔掉 至少要保留十五分钟 否则会有后遗症的 保住的 十三 太谢谢你了 以后你有需要 我做牛做马都行 好了解放 快起来 不说了 我回去洗个澡 改天再联系 我送送你 爸 你借我紧钱交押金 我把十三的银行卡换回来 好 跟我去过原机 我装给你 风花 对不起了 要怪你就怪夜十三 姐夫和姐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我也有责任 姐夫以前找过我几次 希望我从唐家公司分点业务给他们 或者让姐姐到我公司做个主管 我对他们能力不信任 就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而且我一直认为 他们手里应该还有钱 所以我就没怎么关心过他们 现在知道愧疚了 主要还是我太直观 来的路上我了解了一下 我才知道 姐夫和大姐他们激进绝境 不仅公司破产 继续激进打水漂 每个月要给店妈交十万块的伙食费 逢年过节 还要买礼物 林秋玲还是那个德性 真是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想我应该扶持他们一把的 我稍微援手 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遭遇了 韩建峰确实改变不少了 至少没有了以前高高在上的架子 而且他对大姐是真爱的 有机会你可以帮帮他 我来的路上已经在帮他了 我托人联系了韩孝忠 准备帮姐夫讨回欠款和今天的公道 这笔钱和公道不拿回来 只怕姐夫一辈子都如针刺 想得很周全 你比以前人心话多了 你这是什么话 说的我以前 好像很冷血很无情一样 差不多 如果不冷血的话 怎么会让我睡一年地板呢 谢谢欢姐 这是如果摆平了 五十万一分都不会少你的 对了 今晚在哪里见面 晚上八点 今晚会所 韩孝忠脾气不好 行走你可要准时 千万不要迟到 欢姐放心 我晚上一定到 这个欢姐还真有意思 对你的事情这么上心 只是态度有点高高在上了 他以为我是要妥协 是要求韩孝忠放过大姐和姐夫 所以架子摆得大了一点 其实韩孝忠不简单 因为他跟雷千爵是生死兄弟 曾经还救过雷千爵的命 不过韩孝忠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除了喜欢结党营丝之外 还非常贪财好色 他手下有一个秘书团 十几人全是他的拼头和相好 不少秘书的丈夫都闹过 但都被他无情打压了 有一次 韩孝忠还玷污了一个 来天城旅游的女人 受害者丈夫也算有权有势 不惜代价要弄倒韩孝忠 但最后还是被雷千爵摆平 这也助长了韩孝忠的气焰 觉得天底下 没有他欺负不了的女人 这家伙还真是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啊 本来姐夫那几百万 对韩孝忠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他却看中了大姐 最终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其实这件事让我去干就行了 只要他跟天城武盟有关 我说句话应该还是有用的 还是我先处理吧 如果我摆不平 再搬出您这座泰山 我也想要为大姐他们做点事 行 我不干涉 不过今晚我要跟着你一起去看一看 哟 这不是那土包子吗 小子 高铁站的时候我没空搭理你 但不代表我就彻底帮过你了 你有事吗 没事的话就赶紧滚蛋 谁给你的胆子说这句话的 你诅咒我女朋友 我不能猜你以后我还怎么回来 你这个女人不错 你这女人我喜欢上了 晚上送到我别墅去 让我好好玩两天 我可以选择放过你 哼 我们走 韩总 唐小姐很快就到 她很听话 也很有诚意 欢姐有心了 事后一百万不会少你的 谢谢韩总 谢谢韩 唐总 你怎么还带个男人来 真是太不像话了 哼 小子 你给我滚出去 起开 你就是韩孝忠吧 这唐洛雪不是过来哀求韩孝忠高抬贵手的吗 怎么一副心事问罪的样子 韩孝忠 你耳朵聋了吗 还是你要做缩头乌龟 怎么说话的 是不是装你姐装的还不够 信不信把你也装残废了 看来真是你韩孝忠找人装的韩建峰了 哼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是不是活腻了 来人 打断她的双手丢出去 哼 韩孝忠 你做事不要太过分 唐小姐 我以为你今晚是带着诚意来的 没想到你却是来捣乱的 这让我很不高兴 不过看你这么有味道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今晚陪着我 我不为难你朋友 你姐和你姐夫我也可以放过 不然我保证他们离不开天城 而这小子下场更惨 轻则断手断脚 重则被我沉入僵底 不要质疑我的话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 哼 想要断我的手脚 你也要有那个本事啊 哼 小子 不止死活 动他 哼 韩老板 你的保镖就这点能耐吗 哼 年轻人 不要太嚣张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会挤下拳脚撂倒我几名保镖 你觉得很牛叉很厉害吗 不要幼稚了 你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吗 当众打人 这是要坐牢的 你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对了 我刚收到一个好视频 相见是缘分 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 韩孝忠 你敢绑架我姐夫 哼 唐总 虽然咱们有嫌弃 但你不能血口喷人呢 我韩孝忠是正当商人 干的是合法生意 我每天光明正大的钱都数不完 哪里有空去绑架你姐夫 哼 少说废话 快放了他 呃 呸 15分钟前 也就是你们进门时 你的好姐夫韩建峰 带着一把弩弓和一瓶汽油 去海港集团办公室找我 他想要捅人和放火 结果被保安拿下了 为了避免危险 保安就把他绑下来了 我寻思要不要让他人间消失呢 哼 唐总 天城是韩总的地盘 十个米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拾去的就赶紧跪地求饶吧 呀 韩孝忠 你就是个畜生 你敢伤害我姐夫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宝贝 虽然你生气的样子很诱人 但我还是不喜欢你骂我 哼 如果韩建峰有事 你们全都要陪着 小子 你说话很硬 很有种 但是我不喜欢 林双 他是你的了 给他好好上一个 让他知道什么叫不是死活 好的 小子 你完蛋了 全部给我退后 不然韩先生就没命了 王八蛋 你敢劫持韩先生 我弄死你 小子 你这么牛逼 敢伤我的人 还敢劫持我有种报个名号 夜十三 好 我记住了 这个夜十三你们可以认识一下 他是萧家的贵宾 也是萧夫人欣赏的后辈 夜神医 萧贵来迟 还请恕罪 萧管家有心了 你来得正好 毕竟首任韩总的戏码刚刚开始 我说你怎么牛哄哄的 原来是萧家的贵客 怪不得底气这么足 连我都敢劫持 别废话 马上放了韩建峰 把他带到这里来 不要想着伤害他 他有什么伤 你也会有什么伤 哼 小子 看在你是萧家贵客的份上 今晚我不为难你和唐总 但要我放了韩建峰 没门 你不爽 你就捅死我试试 只是你要记住 我死了你也出不了这个门 我这些兄弟一怒 谁都保不住你 说真的 你这些手下 根本不够我碎牙缝的 王八蛋 有本事跟我单挑 看我弄死你不 放心 有机会的 萧管家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而是韩建峰拿着弩弓 和汽油要我命 我不把他扣起来 好好惩罚 以后还怎么混 还怎么面对兄弟 韩总 你这个话就没有道理了 事情经过 夫人和我都已经一清二楚 韩建峰找你拼命 不过是你唆使人开车撞他 还把他夫人差一点撞死 所以夫人让我过来通知你一声 不管是十三先生 唐总 还是韩建峰 他们都要安然无恙 这是萧管家的态度 还是夫人的态度 你觉得我敢假传圣旨吗 放人 把韩建峰带到这里来 姐夫 姐夫 我 我没事 还不把韩先生放了 夜审一 冤家已解不已解 还是放了韩总吧 哼 今晚给萧家面子放过你们 下次我一定弄死你们 我夜十三做事 还需要你们给面子 走 十三 若雪 对不起 今晚给你们添麻烦了 也拖后腿了 没事 你能平安回来就好 至于公道 迟早会讨回来的 是的 报仇不急于一时 当务之急 是你和大姐尽快好起来 不过以后不能再做傻事了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又不是舞者 跑去人家大本营复仇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而且对大姐来说 你平安无事远比报仇更重要 不然他替你挡车就没意义了 所以再有什么事 一定要三思 不要鲁莽行动 明白 我也是被骂一击 脑子一热 就拿了鲁工和汽油过去了 看来肯定是被林秋灵骂的狗血淋头了 我晚点就把他赶回龙都 你先好好疗养几天 身体好点了 也跟大姐一起回去 我给你安排一个工作 或者我给你一笔钱 你干回包工程的老本行 谢谢若许 不过工作和包工程就算了 不工作 不做老本行 那你想干什么 姐夫不是不想工作和搞工程 其实她是不想要你的帮助 也不想这样回龙都 什么意思 姐夫已经被林秋灵骂成惊弓之鸟了 这样子回龙都 还是靠着你吃饭 也就等于要吃唐家的软饭 这样下去 她永远都无法在林秋灵面前抬起头来 姐夫是希望靠自己打拼出一点东西 哪怕无法一解还乡 也能挺直腰板做人 原来你要做点成绩出来再回去 行 你暂时不回去 我会让爸妈和大姐先回龙都 还有你不接受我的工作安排 但你总要接受我的资金吧 不然你怎么东山再起 资金更不行 如果让林秋灵知道了 不仅会找她把钱拿回来 还更会讥讽她是废物 所以这钱姐夫更不能要 那怎么办 小妹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翻身的 最多三年 我一定会杀回龙都 姐夫啊 你不要唐家人的帮助可以理解 但你应该不会拒绝帮我做事吧 十三 我也不能要你的钱和你的工作 先别拒绝 第一 我不是唐家人 林秋灵知道也没理由羞辱你 第二 我也不是给你钱给你工作 相反 我是需要你的帮忙 我手里有阿波凉茶的40个点股份 但是非常零散和繁琐 我需要你成立一家公司 把他们全部整合了 另外 我还需要你注册一个泰泰凉茶品牌 我商业敏锐不详 对公司运作也不熟悉 所以我需要一个靠谱的人帮忙 而你就是我的人选 整合股份40个点 这可是大股东董事长的节奏啊 董事长你就别想了 你暂时做总经理吧 不过现在整个公司 敬你我两个人 而我又喜欢做甩手掌柜 所以只能你这个光感司令 挑起蛋子 至于薪水 除了运营费用之外 每个月给你一万块 股份整合后 我可以给你三个点的股份 行 十三 这是交给我 我保证帮你弄得妥妥当当 我决定了 之后半辈子就给你卖命了 我一定要风风光光回去龙度 怎么样 沈碧琴给的凉茶秘方 请不行 绝对是六级秘方 太好了 我们沈家辛辛苦苦研究 三十年都没有进步 现在他竟然拿出来了 现在怎么弄 要交给太姥姥吗 不交 既然东西在我们手里 那就是我们的功劳 走 带家族的人一起去找沈碧琴 就说他偷取我们研究的秘方 给他来个二次伤害 沈碧琴 枉费我们对你这么好 你却干出卧帽之事 二十年前你泄露秘方 让我们损失惨重 昨天又把我老公 精心弄出来的秘方偷走 你还要不要脸 什么秘方 我不知道啊 我们辛苦研制出来的 阿婆凉茶升级版 不是你偷走的 那会是谁 大哥 嫂子 我真不知道啊 还装疯卖傻 快给我认罪 不要打扯阿姨 有事好好说 我告诉你们 今天不把东西交出来 我让你们牢底坐穿 大哥 究竟怎么回事 我真没拿过你的凉茶秘方啊 沈总 秘方找到了 大哥 这不是我交给你的太婆凉茶秘方吗 贱人 死性不改 天啊 这沈碧琴还真是卧错 害了家族一次不算 还要害第二次 听说这秘方价值几十亿 如果被他偷走 沈家就损失大了 见钱眼开 说的就是这种人 枉费沈总对他那么好 我没有偷 我真没有偷 哼 小妹 你真是辜负我对你的好啊 这件事 你最好痛快认了 我看在兄妹厂的份上 我让你签个保密协议就不追究了 如果你不承认 那我就让警方抓你 不 是抓你们一家人 我有理由怀疑 你们一家都是小偷 对 他儿子也是小偷 偷了我的马沙拉蒂 大哥 为什么呀 我没做过 我也不会认 而且那秘方 不认 那就打 打到你认为止 哼 我劝你赶紧认了 不然我就把这个小姑娘的腿打断 希儿是无辜的 有事冲我来 冲你来 可是你不听话呀 我给你十秒钟讨论 如果你不认罪 我就打断她的腿 沈阿姨 不要认 我们没做过 不要认 别打了 我认罪 我认罪 是我偷了阿婆凉茶升级板 是我偷的 我一个人做的 跟希儿无关 大家都听到了吧 就是她盗窃了秘方 今天赶你出家门前 我还要替天行道 打断你偷窃的手 都给我住手 年轻人 这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打人 伤人 你眼里还有王法吗 哼 沈宝东他们打人的时候 你怎么不站出来制止 是你眼瞎吗 他们是抓小偷 手段过击 可以理解 给我滚 十三 别打了 再打就出人命了 兔崽子你敢打我们 我要你们老底坐穿 老的是小偷 小的是暴力狂 你们一家还真是畜生 妈 究竟怎么回事 事情就是 你妈昨天跟我们去过户 利用我们的好心接待和信任 盗窃了放在车上 价值连城的凉茶秘方 盗窃凉茶秘方 没错 我耗费半年配置出 阿婆凉茶升级版 你妈把它偷走了 别不承认 刚才大家都能作证 凉茶秘方 是从你们房间搜出来的 而且你妈也已经承认偷窃 在场的家族成员 都可以作证 不是这样的 十三哥 是他们拿我威胁阿姨 阿姨为了保护我才认罪的 他们还差点打断我的腿 什么 看什么看 你妈偷沈家的秘方 受点惩罚是应该的 对 沈总他们确实有点过激 但也是被你妈逼出来的 秘方是沈家生存之本 如果被他泄露出去 整个沈家都要喝西北风 这一家人还真是物以类聚 做母亲的两次偷秘方 做儿子的暴力狂 太没底线 太没道德了 是啊 怪不得被沈家区赶出去二十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十三不是这样的 那是我让他们交给太姥姥的 太婆良茶秘方 哼 沈宝东 你们太无耻了 秘方是我们的 叫太婆良茶 你们俱为己有就算了 现在还敢反咬一口 你们实在欺人太甚 行了大侄子 话别说的这么直白 要不这样 我拿东西给你交换怎么样 嗯 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 我和大嫂高夜 一起玩原始征途打国战 巨人原班人马打造 游戏画面复古写实 一比一复刻重现 最原始的征途样貌 十七年星火相传 百位征途大哥 重磅归来 带队出征 重温征途 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 输入我的专属礼包码 即可领取 上线高额福利 超选神装 装备还能自由交易 还不快来跟大嫂高夜 一起踏上征途 哦 这个好啊 我也去下一个 认准我左下角链接进入 高额福利等你来礼 沈宝东 沈碧琴 太姥姥已经知道 这里发生的事情 他让你们几个去 一室听一谈 沈家向来和谐为主 今天却打得不可开交 让人看了笑话 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太姥姥 事情是这样的 混账东西 这么多年了 一点记性都没有 偷了一次 又偷第二次 这次还敢带着儿子打人 太姥姥 你怎么可以只听一面之词 我确实打了沈宝东他们 可我动手 是因为他们打我妈 我不过是正当反击 你要主持公道可以 但我希望你一碗水端平 哼 白眼狼 你算什么东西 敢跟我这样说话 他们打你妈是正常的 谁叫你妈偷秘方 哼 我也不跟你们废话 我告诉你们 这秘方就不是沈宝东配置的 他叫太普凉茶 是我弄出来的 准备让我妈交给沈家 弥补他 二十年前无意泄密秘方一事 沈宝东 你敢摸着良心说 这秘方是你弄的 你觉得太老了 他们会相信你一个矛头小子 能配置出绝世秘方吗 这可是六级凉茶秘方 除了我 这世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弄出来 既然你们这样不要脸 那我就不给你们留脸了 我不仅能配置六级凉茶 我还能配置八级凉茶 有八级凉茶秘方的我们 脑子进水 还要偷你的六级秘方 哼 夜十三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懂哪门子凉茶 还八级秘方 你如果能配出八级凉茶 老子就认了 是我偷你们的秘方 并且马上对你母子磕头认错 如果我配置出八级凉茶 太老老是不是能秉公处理 你有本事 就当着大家的面 配置出八级凉茶 只要你能弄出来 我就当众宣布 沈帝请清白 我还会拿拐杖 亲手打断沈宝东的一条腿 但是 如果你配置不出来 好 那就这样定了 大家给我们作证 去帮我找这些草和器械 我当众熬出来给你们 这什么玩意 能喝吗 跟路边甘蔗水有啥区别 无上档次的东西 别废话 尝一尝就知道 他有没有达到八级了 百年凉茶呀 真好喝 这凉茶的确有八级 沈宝东 现在八级凉茶摆在你面前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太老了 你刚才说过 打断沈宝东一条腿 现在请你讨回公道 哼 夜十三 你能在沈宝东六级凉茶的基础上 改进出这百年难见的八级凉茶 不得不说 你对凉茶很有天赋 你把我们沈家的八级凉茶秘方 写出来留下 我们不追究你妈道歉秘方 和你商人一事 不然 我会报警 把你们抓起来 啊 太老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这明明就是十三配置的秘方 怎么是六级秘方改进出来的呢 咱们都是做凉茶出身的 谁都知道五级以上的凉茶 每一个级别提升都艰难重重 沈家努力三十年都没有进步 六级凉茶改进到八级 你觉得一天就能完成吗 哼 我怎么做事不用你来交 只要你们交出八级秘方 我给你们一百万 还可以让你回归沈家 以前的恩怨也一笔勾销 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讲道理 妈 你现在才知道他们不讲道理吗 他们一直就是这副嘴脸 不仅今天如此 二十年前也是如此 你难道以为 二十年前真是你不小心泄露秘方吗 十三 你什么意思 妈 你想一想 如果秘方真被泄露了 沈家凉茶还能称霸三十年吗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桂姨从你那里盗取秘方 就是他们缩持的 目的就是让你心里愧疚 这样你就会放弃外公外婆的产业 以及自己手里的股份 十三 你可不能乱说呀 妈 这是我的推测 但也绝对是事实 沈家从来就没有把你当成欺人 那他们还让我回来 还好吃好喝 还给我房子 哼 那是他们另有所图 闭嘴 叶十三 你们母子无耻 就不要往沈家身上泼脏水 警察很快就要到了 再不留下秘方 后果自负 妈 这就是你愧疚二十多年的沈家 污蔑你的声誉 抢夺我的成果 还拿警察来威胁你我 你还有必要留恋吗 叶十三 警察来了 就等着坐牢吧 哼 太老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了 你和沈家真让我失望 从今天开始 我就脱离沈家 不再是沈家之人 妈 你错了 品性低劣的人才该滚出沈家 太老了 沈宝东 张秀雪 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再是我妈的沈家人了 你们全被除名了 开除我们百号人 这不扯淡吗 这夜十三脑子进水了吧 不然不会说出这么无知的话 估计是被太老了 吓傻了 哼 妈 你放心 一个家族的存在不是靠人多 而是靠他够不够强大 最多一个月 你会成为天成唯一的沈家 十三 妈不要成为什么沈家 也不要风光 我只要一家团聚 平平安安就好 哼 看到警察来踩索 太迟了 今天不让你们先吃吃苦头 真把我们沈家当成软柿子了 妈 放心 我们不会有事的 相反 今天是沈家的灾难开始 哼 还是跟我回局里 交代你们伤人一事吧 好 呸 老太太 你等着 你们当年陷害我母亲的账 今天伤害我妈和苏西儿的账 抢夺我八级秘方的账 还有沈宝东一条腿 我全都记下来了 等我从警局出来 我一定会十倍百倍的讨回来 我不仅会让你们这个沈家名村是亡 我还会让你亲手打断沈宝东一条腿 你说你有手有脚干什么不好 干嘛联合你妈去盗窃 我告诉你 沈宝东他们全都被你打成了重伤 够你坐牢一阵子了 哼 我要说全是沈家颠倒黑白 还是他们先动的手 你信吗 哼 沈家人好吃好喝招待你们 还给你妈买了一套五百万的房子 如非你们盗窃在先 他们怎会动手打人 哼 六级和八级秘方都是我自己配置的 我们没有盗窃 哼 你这个年纪和粮茶我相信 但配置粮茶我真不信 再说了 你妈有钱科 现在不过是第二次作案 你还是招了吧 哼 我想先打个电话 好好交代问题 在没有真正确认我的罪证之前 你们无权限制我的通话自由 我倒想看看 你能找来谁帮你开脱 嗯 咦 十三 你怎么在这里 嘿嘿嘿 陈总好 陈小姐好 没想到陈希墨跟叶十三竟然认识 要知道 陈希墨可是千军地产总裁陈陈希的间金 千军地产背后 更是有亲影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 妈 这就是叶十三 当初就是他在南陵救的我 希墨 警方正在办案呢 别捣乱 哼 十三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陈小姐 事情是这样的 什么 盗窃沈家秘房 还打伤了沈总夫妇 对对 所以事情很严重 妈 十三肯定是冤枉的 我要保释他 啊 希墨 不要任性 哼 十三是我男朋友 你不保释他 我也不走了 希墨 不管他是谁 你都不能包庇他 十三 告诉他们 你是被冤枉的 我不相信你会干那些事 陈小姐 我也希望你男朋友是无辜的 可有很多双眼睛看着他打人 他真是行凶者 而且他还涉及到价值连城的秘方盗窃 所以他暂时无法保释 希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件事还是让警方处理吧 十三 你真做过这些事吗 哦 希墨 我确实是被冤枉的 这是我安装在白云居的监控录像 上面清晰显示 沈宝东他们才是先动手的人 八级秘方也是我的 我当场配置出来 几十双眼睛盯着 我当时也偷偷开了手机录制 防的就是他们耍赖 无法无天 沈家人就是这么可恶 你们要把他们抓起来 全抓起来 希墨 你别冲动 警方会秉公处理的 哼 你既然有证据 干嘛不早点拿出来 我刚才没有拿出来 不过是担心被人毁尸灭迹 再说了 你先入围主 认定我是贼 我说再多你也会当我是狡辩 陈总 希墨 谢谢你们 改天有空我请二位吃饭 嘿嘿 在天城 就没有我妈摆不平的事 希墨 别乱说 叶十三能够出来 主要还是他占据道理 如果他真的犯罪了 我再大的能耐 也无能为力 无论如何 都要谢谢两位 改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出生 哼 我们千军地产 是天城屈之可数的房企 连我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你又能帮什么忙吗 嘿嘿嘿 这可是你说的 哪天我有事要你帮忙 你可不能推脱 放心 我一定不会推脱 叶十三你很不错 为人孝顺手艺过人 还懂得知温图报 比很多同龄人成熟多了 阿姨很欣赏你 还有 你这样打沈宝东他们 沈家对你们可能 不会善罚甘休 这是阿姨的名片 以后有什么事要我帮忙 打上面的电话就行 谢谢阿姨 你这么善意 我也有一句忠告 你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因为你的胃有点问题 十三 你怎么又来了 怎么老是喜欢诅咒人生病呢 哼 是吗 你还是医生啊 我确实是一个医生 阿姨胃部真有问题 这两天 你一定要去医院想查 不然一旦发作 容易焦脆死 十三 你不要再说了 西莫 正是因为你们帮过我 也看在你是朋友的份上 我才说出病情的 如果换成其他人 我肯定不会说 免得得罪人 哼 你说我胃部有问题 可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吃吃喝喝 每天都很好啊 口干口苦 舌红抬黄 这是肝胃欲热的症状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会抽空检查的 今天就这样吧 我和西莫先回去了 你自己安分一点 阿姨再见 西莫 以后没空少联系这个夜十三 别说是你男朋友 就是朋友我也不允许 他跟我们不合适 也不门当互对 明白了 管家去医院 给我安排几个专家 我要好好查一查 我胃部到底有没有问题 妈 别去了 我知道十三是乱说的 他上次也说语烟肿瘤呢 他有时神经兮兮 你不要放在心上 耽误不了几分钟 而且下次见到那小子 还能打他的脸 陈总结果出来了 你是胃癌二七 十三 我们要不还是离开天城吧 没必要跟沈宝东他们置气 哼 不行 绝对不行 一定要跟他们拼个你自我活 这些人太无耻 太没有底下了 把六级秘方占为机友还不够 还要泼你们脏水剪断手指 不狠狠叫醒他们 还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 我和希儿不是没事吗 打打杀杀的 十三万一出事怎么办 妈 放心 他们伤害不了我 他们二十年前诬陷你 现在又这样欺负你 我是绝不会放过他们的 我已经说了 不仅要老太婆自己打断 沈宝东一条腿 我还要把整个沈家赶出天城 以后天城只有你一个沈家 没错 就要这样牙还牙 咱们不能再做软世子 十三 二十年前我泄露的秘方 真是沈家唆使贵意干的吗 现在我还没有证据 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而且他们今天这样对待你 你可以想象 二十年前 你坐拥半壁沈家资产时 他们多么的咬牙切实 妈你放心 我会找出证据给你的 可他们昨天还给我买着房子呢 你真以为 沈宝东他们会平安无故的 给你房子吗 难道不是吗 昨天置业协议你也看了 白纸黑字 虽然地段有点出入 但也是好几百万呢 置业合同一共才八个签名 大概十几二十个 没算过 但弄了大半天呢 签名时 有详细看每一份协议吗 这个倒是没有 因为你妈看东西比较慢 而且你表就还一直在醉 你是说合同有问题 这是很快就知道了 不过你放心 咱们吃不了亏 沈宝东还会跳脚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养身体 同时好好研制我的八级秘方 你可是太婆凉茶创始人 手里不能没了准头 好好好 对了爸妈 我已经让人寻好房子了 我带你们去看看 十三哥 房子的手续全部搞定了 你们先将救着住 以后有更好的宅子 我再拿下来 这里可以了 还有你让我找的那个贵仪 已经找到了 他人在哪里 他在夜色酒吧 贵仪当年盗取秘方后 并没有离开天城 而是美容一般 听说他现在跟海港集团的韩啸忠 来往密切 他已经不叫贵仪了 叫妹娘 行 待会我和你们一起去找他 这点小事就不麻烦十三哥了 我跟诗员一起去就行了 那好 如果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们要不要再叫几个人来 只是确认一个身份而已 兴师动众干什么 再说了 我们是五盟子弟 这个身份就等于是个互生服 只要不是你死我活的独争 谁敢不 会客 请问喝什么酒 先来一瓶加强版的威士忌 对了小妹 你们老板妹娘来了没有啊 听说她风韵十足 我一直慕名想要见一见 不知道今晚能不能见太一面 谢谢老板 我们老板今晚来了 你们先喝酒 我帮你们叫他 搞定了 待会我们就能见到贵仪了 只怕事情没那么简单了 嗯 什么意思 这么大的夜场 老板岂是客人想见就见的 一瓶酒十万块而已 又不是大客户 服务员哪有胆量麻烦老板 你们是谁 要干什么 干他 你们干什么 我们可是五盟子弟 你们要是五盟的 老子就是储门的 敢来妹娘的场子 图抹不轨 看我不弄死你们 给我往死里揍 我们真是五盟子弟 你们会后悔的 你当老子不认识五盟的人 给我往死里打 十三哥 快来救我们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再不说出身份和目的 老子就当着你的面 把这女人上了 然后再打断你的手脚丢出去 哼 你敢动她 我一定让你后悔 那就让我看看 你怎么让我后悔 嗯 这女人身材很好 腿也够长 是我喜欢的类型 滚 给我滚 不要过来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你们还好吧 我们没事 十三哥对不起 我们给你丢脸了 这没什么丢脸的 放心 这公道我一定把你们讨回来 让桂姨给我滚出来 小子 你敢在这里闹事 你们完了 哼 桂姨给我滚出来 是谁在这里撒野 这么不给我和韩祖面子 哼 在我的场子 还打我的人 很有种啊 你有本事 再动她试试 哼 我就动了 你能怎么当 啊 混账东西 你敢这样放肆 我今晚来这里 就是放肆的 哼 小子 我正四处找你呢 没想到你竟然 主动送上门来了 找我 想跪地求饶啊 你以为自己能打 就了不起吗 我告诉你 这世界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现在跪下给我认错 再把唐若雪叫来 给我搞一搞 今天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不然我今晚就把你沉入江里面 上次有肖家包庇你 让你侥幸保住一条狗命 但这一次我就不信肖家 还能跑过来 哼 你错了 肖家上次出现 救的人是你韩孝忠 不是我 哟 小子 你他妈的太能装了 不给你点教训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韩总 你的人跟上次一样 还是不行 你再能打 也就是一个保镖的料 根本先不起什么风浪 你有种再等三分钟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 哼 好 我给你十分钟 看你能叫来谁 大哥 你来了 一个有点伸手的愣头青 假冒武蒙闹事 伤了我们几十个人 还把贺连清雪也打伤了 我觉得还是让大哥过来 练练手好一点 嗯 假冒武蒙的人 谁这么大的胆子 就是他 哼 年轻人 能打倒这么多人 伸手不凡呢 今天不管你是谁 身后有怎样的背景 你今日都要死 雷会长这是要仗势欺人啊 我就是仗势欺人了 如果不服尽管反抗 得老子转过脸来 雷会长这么想要见我 叶军事 你怎么来了 哼 雷会长 第一次见面 喝个酒 我随意 你干了 小子 你他妈算奶根葱 敢叫我大哥喝酒 大哥 你干嘛打我 是这个小子太能装了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给我闭嘴 雷会长 韩总这么体谅你是好事 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不喝 黄三冲 咱们走 雷会长真干了威士忌 这可是六十度 半斤哪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会找我 雷会长 酒量不错呀 谢谢花奖 是我管教不严 给你添麻烦了 哼 你觉得一句添麻烦就够了吗 对不起 还请原谅 大哥 你究竟在干什么呀 你怎么像这个土包子低头 他大姐被我撞进手术室 他女人也差点被我上了 他就是一个能打的乡下人 有什么好怕的 瞎了你的狗眼 连武蒙第一史都不认识 整天只会寻欢作乐 欺男罢女 我没你这个兄弟 叶巡视 韩小忠三番两次冒犯你 是我管教不严监督失误 请叶巡视处置 你的人还是你自己来办吧 现在是十二点半 距离天亮 还有一点时间 看在雷会长 你喝了半斤威士忌的份上 我再把时间延长到明天早上九点 九点一刻 黄三重将会带指法堂子弟 掌控海港集团 他们将会对韩小忠等人 进行挖地三职审查 雷会长 你好自为之吧 谢叶巡视提醒 叶巡视慢走 十三哥 门口来了一个女人 他说她叫媚娘 是来向你告罪的 比我想象中快了一点 十三 什么媚娘啊 你可不能再招惹外面的女人了 落雪和红颜 我和你爸都已经很头疼了 爸妈 你们想多了 这个媚娘 就是我给你们找的沈家陷害证据 她叫贵姨 你是贵芬 帝琴 你真是贵芬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媚娘 沈碧琴是我妈 我昨晚让人去夜色酒吧找你 就是想要问问你 二十年前的秘方泄密一事 你起来跟我妈去大厅 有一说一 把当年事情给我妈说清楚 我妈为人宅心人后 事情过了二十年 不会再怨恨你了 她只是需要一个真相 不需要你捏造蛋也不能隐瞒 原来是这样 好 我说 碧琴 是我对不起你 当年不该利用你的信任盗窃秘方 让你被沈家 他们驱赶出去 只是我真不是有心偷你的 我被太姥姥设局 欠下一笔高利贷 卖身都无法还清那笔钱 那些坏人跑到我家里逼债 还绑走了我的妹妹 我只能听从太姥姥的唆使 从你手里拍摄秘方 让你背上泄露之罪 什么 真是太姥姥唆使你做的 没错 当时你父母车祸死了 沈家资产被你寄成大半 这让太姥姥心里很不舒服 也不安 特别是担心 你一旦嫁人 家产就全变成外人的了 所以 她要从你手里夺过去 只能玩下三乱手段 毕琴 我对不起你 因为我的自私 让你苦了二十年 你说太姥姥唆使你 有没有证据 证据 有 二十年前 我找太姥姥要钱时 留了一个心眼 用录音笔录下我跟她的对话 我当时有两个目的 一是希望太姥姥 不要反悔一百万 一旦她反悔 我破罐子破摔砸出录音 一拍两散 二是想着捏住太姥姥一个把柄 每天一百万花完 又穷困潦倒了 就用录音要挟 害姥姥再给我钱 二十年过去 一直没用到 现在你要真相 你拿去吧 我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失误 自己的错 结果却没想到 是最亲最尊敬的长辈社局害我 其实还有一件事 当年你父母的车祸 也很可能是太姥姥安排的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可不要乱说 当年肇事者胡文忠被叛了七年 他出狱后不仅没有穷困潦倒 反而活得非常滋润 后来我让人调查了一下 他坐牢七年 不仅好吃好喝 还赚了足足两千万 并且他在沈氏集团担任车队长 明星加分红将近百万 还是太姥姥 让人安排胡文忠进入沈家做事的 看来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妹娘你回去好好调查胡文忠一事 如果调查清楚了 黄三重一事 我就不再追究 不然夜色酒吧就等着关门大吉吧 好 我这就去调查 妈 你也不要多想 如果真是他们做的 我会让他们付出相同的代价 十三 股份那些我已经整合了 鞋子楼 你选好了 就在沈氏集团对面的金色大厦 整整一层楼 足够我们过度用了 只是 一家人别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困难直接说 钱不够 还是有人为难你 太婆娘茶注册不了 我网上申请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注册的 但我昨天下午提交资料 却说不能注册 工商署说 名字重复了 无法通过 重复了 难道是沈宝东他们抢先注册了 开始我也是觉得可能被沈家抢住了 所以我又换了一个 祖婆婆娘茶过去 结果工商署也没有通过 对方理由一模一样 还是重复同名了 这么看来是有人搞鬼了 有可能 不然不可能两次都重复 我准备待会再跑一趟 但是我心里没多少底气 不知道你有没有空跟我一起去 行 我去找你 你们是什么人 谁让你们进来的 赵柯 咱们先前约好的呀 是你让我过来注册审批的 进来也不敲门 真是没有一点交响 对不起 是我鲁莽了 今天我提供的名字叫 反雪凉茶 我在网上也搜过一遍 没有人抢注册 希望赵柯帮办一下 这个也不能通过 回去再换一个 这不可能啊 市面上根本没有 网上也找不到 市面和网上没有 不代表别人没注册 回去换一个再说 要是还有问题 你去找楼下的前台 我忙得很没时间跟你聊 赵柯 你不能这样啊 滚出去 这里是办公室重地 你们不要逗留 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公服务 你们的态度是不是欠妥呢 你是怎么说话的 我什么态度 用得找你来多嘴吗 如果你有意见 可以去大厅外面的投诉箱投诉啊 就是因为投诉没用 才会有你们这样的人 专横跋扈 滚出去 别妨碍老子办公 这是人民的地方 又不是你赵柯的 你赶不了我 你故意闹事是不是 你们再不滚出去 我马上打电话报警 别别别 赵柯 我们外地来的不容易 帮帮忙忙 事后必有重限 谢你妹 你们拿出来的名字 通不过就是通不过 别在这里废话了 想好名字再来 我可是收了沈宝东一大笔钱 一个月内不遵许 任何一个凉茶名字通过的 我就最后问一句 你是不是铁了心 要刁难我们 我至于刁难 我还是半个小家人 我告诉你有些人 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 要想通过 就取一个不重复的名字 那你给我查一查 你爸爸凉茶这个名字 重不重复 如果不重复 我就叫这个你爸爸了 臭小子你敢占我的便宜 我告诉你 这个名字也不能用 那你爷爷呢 别说你爷爷 就是你太爷爷都不能用 看来你是真不想 让我开公司了 你自己的原因 不要推我身上 萧管家过来一下 哎呦还小人 还管家 真把自己当豪门大哨了 放心 待会你肯定会跪着给我注册的 好 我等站 我倒要看看你能叫来谁 小子都已经十分钟了 要不你再打个电话催一催 让你叫的人快一点 我待会还要斗地主呢 萧管家 刘鼠 黄处长 完了 这下完蛋了 夜神医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故意刁难 没有 是我脑子有点愚笨 给自己公司起的名字 全都跟别人重复了 就连你爸爸 你爷爷 他爷爷都重名了 我把萧管家你叫过来 是因为赵柯说他是萧家人 如果萧家给我起名字 就不会跟其他人重复 那么我想冒昧耽误萧管家一点时间 帮我的公司起一个名字 没耽误 能给夜神医帮忙 是我萧贵的荣幸 赵柯说 究竟怎么回事 萧管家 刘鼠 误会 是我的系统出问题了 那我这也是误会 赵柯 叶先生的事情 你应该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如果你办不了的话 我亲自去办 叶先生对不起 手下人鲁莽 还请多多数罪 刘鼠有心了 还不快向叶先生道歉 叶兄弟 不叶少 对不起 真对不起 我错了 我保证 马上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的 那就麻烦赵柯跪着把事办了吧 今天如非我有点人脉 只怕会被你这种人刁难到吐血 也可以想象 其他平民百姓会受多大的罪 姐夫 趁着人骑 还有什么事情要办的 全都交给赵柯去办吧 不然过些日子系统又出问题了 明白 十三你在哪呢 怎么不在家呀 我跟姐夫出来忙点时 如今正在金色大厦附近 那你们等着 我过去找你们 顺便说一说大姐的伤势 唐风花不是应该在恢复中吗 还有什么伤势 救命啊 不好了 有人要跳楼了 小姑娘 外面疯大容易着凉 有什么是我们回去再说 是啊 你这么年轻 天大的事也不是事 没什么过不去的卡 全给我退后 再过来 我就跳下去了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这么漂亮 这么懂事 这么善解人意 说给我戴绿帽子 就给我戴绿帽子 本小姐哪里不比那个女人好 我要她那么久 始终没有打一个电话 给我道歉 渣男 活得这么揪心揪肺 不如跳下去算了 西莫 不要跳啊 你这么漂亮 这么年轻 这样跳下去可惜了 再说了 就算要跳 是不是可以满足我一次 夜十三 你无耻 好好活着 别想不开 谢谢你 寻死的冲动一旦过了 就会比任何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 老韩 记得把那个火锅城租下来 我去警局录个口供 明白 你要租金色大厦那个店铺吗 没错 那店铺我一块钱租给你了 难道店铺是你的 这一栋楼都是我家的 也就是我的 你要的话 我一块钱租给你 不过 你要做我男朋友 真是岂有此理 那个贱人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 开凉茶铺 还要武阳威 开到我们公司门口 这是要打我们沈家的脸吗 太老了 沈碧琴 心肠一向很坏 这次没从我们手里得到东西 就撕破脸皮 叫板我们 幸亏太老了 你当年明智 及时从他手里夺灰分 不然沈家这份家业 就成叶十三他们的了 哼 我真后悔当年没弄死他 还有你宝东 不是让你捏死他们吗 怎么他们现在越跳越欢了 太老了 沈碧琴一家太奸诈了 他们在白云居偷装摄像头 把我和秀雪仙动手的一幕录了下来 警方根本告不了叶十三上人 反而要对我们夫妇进行追责 如不是我跟孙叔熟悉 估计我要拘留十天半月了 我也跟赵克他们打招呼了 一个月内 不要让任何公司注册粮茶 目的就是防止沈碧琴开凉茶铺 跟我们作对 可没想到 不知叶十三玩了什么花样 最终还是注册成功了 还取了一个压我们一头的牌子 叫泰婆凉茶 这摆明是要跟我们死磕到底了 而且我感觉这被后友人支持沈碧琴一家 跟我死磕他们配吗 二十年前我能让他变成丧家之犬 二十年后 我依然能把他踩入十八层地狱 现在动用我们全部关系 不惜代价封了沈碧琴的铺子 找个借口把他们全抓起来 再查出背后事例一并追究 我就不信 诺大的沈家 收拾不了三个外地佬 明白 太老了 支持叶十三的人 我找到了 是陈希墨 陈陈希的女儿 嗯 陈希墨 她不是司成的女朋友吗 也是我亲定的未来孙媳妇 怎么跟叶十三搅和在一起了 哼 这叶十三敢给咱们沈家子侄戴帽子 咱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欺负了 太老了 不是这样的 是司成最近有了新欢 跟陈希墨关系有点淡了 陈希墨出于报复 就跟叶十三搅和在一起 不仅在警局保释她 帮她注册公司 还给她装修铺子呢 原来是这样 千金地产怎么说 也是天成屈指可数的房企 陈陈希尽管不是控股人 但也是公司总裁 如果陈希墨全力支持叶十三的话 太婆粮茶迟早会开起来的 到时咱们公司就要遭殃了 无论如何 都要把沈碧情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太老了 现在应该怎么办 府邸抽息 一门把司成叫回来 给他一千万 如果他不能从叶十三手里 夺回陈家千金 我就把他从继承人一栏踢出去 还会冻结他手头一切资产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 我们马上给司成打电话 我想要你杀一个人 不过在杀他之前 再从他嘴里问出八级凉茶秘方 人情总会用完的 你确定不留着的保密 我可以出钱 你出不起 总会有个数字的 你开个架吧 无意意想 黄金万两 叶十三 谢谢你上次的提醒 让我及时发现自己的病情 这件事 我会好好感谢你的 阿姨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哼 虽然你救了我 但咱们的关系没那么熟 你叫我陈总就行 以你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根本配不上西莫 希望你高抬贵手 放心墨一把 妈 你不是请十三吃饭的吗 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再说了 他救过我两次命 也就过你一次 他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 你这样对他合适吗 还有 他再差 也比你给我介绍的沈思成要好 谁给你胆子 这样跟我说话的 西莫 你妈妈也是为你好 这个什么 也十三是吧 他确实帮过你们 但你可以物质上帮助他呀 或者给他个几百万作为报答 没必要搞老土的一身相许 对呀西莫 你妈妈的地位和身份 我们这样的圈子 他一个卖凉茶的 根本挤不进来的了 你带着他死命往这里钻 也只会格格不入 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给你和陈希丢脸啊 哼 还有你小弟弟 不要没有自知之明 好好卖凉茶就是了 挤什么上流社会呀 夜十三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跟西莫要不要在一起 你说了不算 他们说了也不算 只有西莫说了算 如果西莫要我滚蛋 我马上滚蛋 以后也可以不再往来 但西莫没有赶我 我就不会灰溜溜的离开 夜十三 你这样死缠烂打 没有意义 如果你想赖蛤蟆吃天鹅肉 我告诉你 你做梦 还有你西莫 恩情要还 但也要适可而止 不要说什么 以身相许的蠢话 你跟他完全是两种 不同世界的人 你手指投落一点钱 就是他这一生的天花板 你们怎么相爱 陈总 这是今天的心菜 我亲手做的 你们尝一尝 谢谢龚大师 你们吃得高兴 我就开心了 西莫 你可以问问夜十三 这种药膳 他见过没有 宫廷佛教墙 用人参5% 天马6% 当归5% 然后熬制 功效补气阳险 又可轻热一气 脉相不错 可惜你们吃了会死 夜十三 我们不就是讽刺你几句吗 你就这样诅咒我们 真以为自己拿个苹果十四 就能把牛皮吹上天了吗 这手机得要你好几个月的工资吧 别在这里搞笑了 快回去 卖你的凉茶吧 这手机我可一分没花 是我在左下脚链接领的 不可能 你骗人的吧 信不信有你 这些都是我给粉丝们准备的福利 仅配的苹果十四和华为 全都不限量 注册升级 直接闪送到家 这么好 怎么领的 你们认准我左下脚链接 花三至五秒钟下载就行 登录注册998 直接到 再输入我的礼包码加速 完成任务 还能额外领四千 夜十三 虽然你送了我们这么贵重的东西 但是你污蔑龚大师这件事没完 龚大师衣橱双绝 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你这是恶意污蔑 是对龚大师的诋毁 我随时可以告你诽谤 还有这药材 那成分 你真把自己当神医了 道歉 马上道歉 不然就把你赶出去 就是 整天自以为是 真把自己当医生了 幸亏我没让你治病 不然没事 也会被你治死 十三 要不还是跟龚大师道个歉吧 为什么要道歉 你问问龚大师 他承受得起我的道歉吗 龚大师怎么承受不起你的道歉 你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污蔑龚大师 这菜会吃死人 你今天不给龚大师一个满意交代 我们绝不会放过你的 龚大师 这词怪是佛教墙 有错吗 没错 那我刚才说的食物和药材成分 有错吗 也没错 你不仅准确说出药材的成分 还精准地说出了他们的比例 年轻人 你有点倒横 不过你还是需要向我道歉 是吗 我承认 你的嗅觉超过常认 这点 我发自内心的叹服 可你依然污蔑了我 这一道佛教墙 我按照古秘方所做 材料药性都是我亲自把关的 怎么就会吃死人 而且每天随机的一道菜 端出来之前 我都会亲自尝一尝 这佛教墙也不例外 我喝了小半碗 还过去了半个小时 要吃死人 我早就死了 怎么会没事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这么说 龚大师认定这道佛教墙没问题了 废话 当然没问题了 我们跟龚大师无怨无仇 他好端端地害我们干什么 十三 要不你再想想 这佛教墙有没有问题 别故弄玄虚了 这佛教墙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连里面的药材 我也亲自验证过了 不会出现食材毒死人的情况 那你可懂相生相克之道 他们确实会相生很多东西 但最终还是对人体无害 吃了半小碗的我 就是最好的例证 那么再加一个杏花呢 佛教墙相生出来的东西 经过花椒的催化 再加一个杏花 就会再相生出一种 类似抗生素的药物 简单一点说 它会变成头包药 杏花酒 头包加上酒 鬼门关上走 没错 这道佛教墙家 其他酒不会有事 但加上杏花酒 就完全变了兴致 先生高材 是我梦浪了 对不起 以后只要餐厅开着 先生前来就餐 终生免费 知错就改 态度不错 你这道秘方 我改了一道药 不仅再也不会出现 相生相克的情况 还会让这道佛教墙 味道更好 算是对你终生免费的回报 妙道巅峰啊 这才是大师啊 简单一改 就让整道菜少了风险 还变得鲜活滋润起来 口感更会上一层楼 西莫 陈总和大家这么不欢迎我 那我就先离开了 你是什么人 你可以叫我沈红秀 小子拿命来吧 你明明是低级任务 七级目标而已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你来杀我的时候 难道就不好好查一查吗 我查过 虽然不是很详细 但基本信息知道 你是卖凉茶的 我也知道 你是一名赤脚医生 好呸 那只能怪你的雇主 给的信息有误了 城王败寇 你作为阶下球 是不是可以回答我 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虽然是我们老大派的当了 至于雇主 你觉得我会知道吗 你这样不合作 我很为难啊 不合作就要杀我吗 你来行刺我 我现在杀你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好灵力的身法 小弟弟 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难道是想我了吗 颜姐 咱们能不能斯文一点 我们都睡过了 还那么矜持干什么 对了 倘若学好像去了天城 你要遵守咱们的协议哦 没有我的批准 不准出轨 放心 这次找你有点事 我今天遇见了一个杀手 他叫沈红秀 你认不认识 沈红秀 巫医像的人 巫医像是什么来路 一个杀手组织 他们杀人 不死不休 而且酬金 只收天大人情 或万两黄金 你什么时候 得罪巫医像的人了 我不知道啊 这也是第一次见 你有没有法子 联系到他们 我可以想想办法 你要干嘛 问问他们 要么赔偿我万两黄金 要么让我打死他们 没点本事 还叽叽歪歪 信不信我掐死你 十三 今天陪我去千诀武馆 练练全背 千诀武馆 那不是雷千诀旗下的武馆吗 对 就是武门馆主开的 好 我跟你去 西莫 你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沈思成 你等我干什么 咱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西莫 我知道错了 是我风流 是我该死 我对不起你 请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好好爱你 绝不会让你再伤心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这个渣男吗 你已经伤害我两次 我不会再原谅你了 再说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不会抛弃十三跟你在一起的 你就是夜十三 道谢我爸良产秘方 被太老了 驱赶出去的小贼 原来就是你偷思成他爸的秘方 夜十三 你穷就算了 还没底线 太混蛋了 何止啊 我上次在医院 还见到他做一个富婆的小白脸呢 闭嘴 我不准你们侮辱我的男朋友 我相信十三的人品 他不会偷梁茶秘方 他也不会去做小白脸 你们想要诬陷他 没门 西莫 大家知根知底 你就别装模作样了 你心里一直只有思成 夜十三不过是你利用的工具而已 你不可能让他做你的男朋友的 就算你同意 阿姨也不会允许 你就别赌气了 思成都回心转意了 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如果他下次还混蛋 我帮你一起收拾他 是啊 西莫 我真的已经后悔了 回到我身边吧 让我好好弥补你 哼 现在后悔 晚了 你好好反省吧 夜十三 我要跟你决斗 为了我爸 为了西莫 我要跟你打一场 如果你赢了 我不再纠缠西莫 再给你一百万 如果你输了 你从西莫身边滚出去 再把秘房还给我爸 你敢不敢应战 哇 思成好帅啊 这份魄力 这份痴情 太感人了 思成加油 我们爱你哟 十三 我们不要理他 哼 一千万敢不敢应战 你还不配给我动手 沈思成可是我们这里 最能打的一个 好几个教练都不是他的对手 夜十三 如此面世 谁给他的底气 小子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沈思成还不配跟我动手 哈哈哈哈 你既然说我不配跟你动手 我告诉你 我爸可是沈家嫡孙 而你妈是沈家数子 我将来可是要执掌 几十亿资产的 可你撑死 就开两个凉茶店 你今天能进入这里 完全是脱西莫的服务 你说再多废话也没用 你在我眼里真的没公平一战的资格 哼 有种你再说一次 说一百次也是这样 你不配跟我一战 这是你逼我的 十万 你敢打我 就你这种水准 也敢跟我叫满 说你不配跟我动手 你还不相信了 还有 我有没有偷秘方 你心里没点输吗 王八蛋 我弄死你 没点本事 还叽叽歪歪 信不信我掐死你 十三 放开他 十三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打你的 我只是担心 你把沈思成杀了 那样你会被警察抓去坐牢的 看来沈思成对他还是很重要的 还真是自作自受啊 我明白 你能理解就好 这事你其实也有点不对 你出手太重了 快把沈思成打死了 好像是沈思成先出手的吧 他出手也是因为你挑衅他 如果是你说他不配跟你动手 他至于这样吗 再说了 他这个人顺风顺水惯了 容不得别人挑衅 一时几眼才动手的 所以说 这都是我的错了 我不该来这里 更不该反驳沈思成 面对他的攻击就该承受 是吗 十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闹孩子气好不好 不管怎样 你不该出手这么重 现在你伤害了他 也是给自己招惹了麻烦 哼 说穿了 只能他伤害我 而我不能伤害他 对吧 我妈说的对 这世界确实是不公平的 你跟思成是两个世界的人 明白了 思成 你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脸有点肿了 不过我这点痛不算什么 如果能让你回到我身边 我哪怕断手断脚都可以接受 比起身体的疼痛 我更怕失去你 希莫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是啊 你看思成为了你 明知夜十三是个野蛮人 他都敢去挑战 这份心意 值得你珍惜啊 希莫 这是天使之类 原本想要在你生日时送你的 现在我提前送给你 希望我们的爱情海枯石烂 请笔钻尖 天使之类啊 这项链很贵的 好像要八百多万 是啊 听说是索雷斯大师铸造的 亚洲一共只有六条 不仅贵 还要有关系才能买到 思成对希莫是真爱 八百万钻石都毫不眨眼地拿出来 哦 希莫 原谅我吧 我发誓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无论贫穷和富有 我都会保护你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以后我再找其他女人 天打雷劈 十三能认识你 我很开心 谢谢你这些日子的陪伴 沈思成 你以后不准再风流成性 不然本小姐不会放过你的 哇 遵命 嘿嘿嘿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太好了 嗯 希莫 恭喜你 我先走了 滚 赶紧滚 这里不欢迎你 还有今天看在希莫的份上 你打伤我的事 我暂时就不追究了 十三等一等 思成是我男朋友 你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知道你跟沈家有争斗 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 你把秘方交给沈思成 然后思成给你们一笔钱 这样化干戈为玉帛如何 哦 对 交出八级粮产秘方 我给你一千万 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还能让你妈重返沈家 不好意思 我不差一千万 希莫 沈家欠我妈的太多 我要给她一个公道 你让我把秘方给沈家 是不可能的 十三 你这样绝情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了 太婆粮茶的店铺和公司 我不做给你了 你们明天全部搬走吧 我不能帮着你对付我男朋友 希莫 你确定要驱赶我吗 哼 我也不想这样绝情的 可你不给我面子 如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只要你愿意把八级秘方交给思成 价格 我可以做主翻十倍 沈家不给你这笔钱 我自己掏腰包补偿你 我是真心不希望咱们闹翻的 毕竟你就过我和我妈的命 哼 先不说沈家欠我爸妈一个公道 就是单单八级秘方的价值 你觉得它就只值一个亿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也清楚八级秘方的价值 可现在是沈家垄断着市场 如果沈家针对你压着你 你凉茶再好也活不起来 我意已决 你不用再说了 行 你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不多说了 你们明天全被我搬出去 我要把店铺腾出来 给沈家开体验店 随便 再见 希莫 别伤心 这种屌丝朋友 不要也罢 对不起 让你受伤了 没事 看在你的面子 我不会找叶十三的麻烦 但先去武馆可就不一定了 我算是半个武盟子弟 叶十三在武馆打伤我 这不仅是打我的脸 也是踢武盟的管 贺连师姐是不会放过他的 爸妈 今天我们就从这里搬走 不过你们放心 我会另找地方 把凉茶铺开起来的 搬走 为什么呀 我跟陈希莫闹翻了 他非常生气 所以要收回这个店铺 行 人家的铺子 他想要收回 就给回人家 咱们换个地方就是了 只要秘方在手 就不怕起不来 再不行 我们回中海干 对 你爸说的对 收回店铺就收回店铺 影响不了咱们 太婆凉茶迟早汇起来的 妈 你放心 我一定要给你出 沈家这口恶气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要我们搬回别墅吗 搬什么别墅啊 搬去我那个店铺吧 叶老爹 是八平方米的凉茶店 看不看得上 吴明大哥 你这是雪中送炭来了 哈哈 叶十三这就是你弄的凉茶店 批大点的地方 也好意思搅凉茶店 又破有救 别说跟沈氏集团比了 就是跟西莫那个铺子 也差十万八千里 就你这样的 确定是要打这台 而不是做绿叶衬托 什么绿叶衬托呀 这简直就是丢脸 我告诉你们速度快一点 十点前给我腾出铺子 而且还要给我打扫干净 西莫你来了 里面做我给你倒杯水 请教我陈小姐 还有 这是我的店铺 我是这里的主人 不需要你这个客人倒水 明白 陈小姐 我们很快就会搬完了 记住哦 属于你们的东西才能搬走 不是你们的 可不能偷偷拿走 司成 你带人盯着他们 西莫 你放心 保证不让他们拿走 一针一线 你们过分了 只是把我们当小偷了 没办法 谁叫你老婆以前 偷过秘方呢 不盯着你们一点 谁知道会偷西莫什么 沈阿姨有没有偷秘方 你们心里没点数吗 不是他偷的 难道是太姥姥冤枉的吗 司成 别跟他们废话 找几个人把台扁 和广告栏砸了 再给我通知 整个天城的广告商 我不想再看到 太婆凉茶这四个字 夜十三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后悔 没听我的建议 你如果一开始就听我的 跟西莫做个朋友 那么你现在不仅不用搬走 还能获得西莫的友谊 和我的帮助 可惜你太贪婪了 想要高攀西莫愉悦龙门 结果鸡飞蛋打 只是你现在后悔 已经迟了 你回不去500平方米的凉茶店了 只能窝在你这个 十几平方米的地方 陈总 你很快就会知道 你究竟失去了什么 夜十三 你说出来的话很有骨气 可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会失去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你失去了西莫 以及我的赏识 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凉茶店开业 想要跟市值百亿的龙头茶 骑抢风头 不是脑子进水是什么 别说沈家他们打压 就是没有人对付你们 你们也不会有一个人帮衬 陈总 话不要说得太满 免得跟御膳房时一样打脸 说不定开业那天 沈氏集团风头真会被我抢了 呵呵 你觉得可能吗 我看你还是提前下定金 订几个花篮吧 不然到石门口光秃秃的 真会很难看 很丢脸的 不需要 我还头疼没地方买呢 哼 你还真是自以为是 陈总 我刚刚收到一个消息 姬曼琴董事长后天将会飞往天城 七董来天城处理什么事情 好像参加一个凉茶公司的活动 他以私人身份参加 所以不知道什么公司 凉茶公司 沈家的能耐够大呀 竟然请来了我们公司董事 被你家小妹妹欺负成这样都不反击 我唐若雪的男人 怎么会这么窝囊 后天就开业了 不在乎再等一天 看来你在唐家一年 好的没学会 忍耐力倒是一流 有林秋灵这个魔刀石 我不忍耐也不行啊 她是我妈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林秋灵林秋灵的 你这让我怎么回话 对了 大姐情况怎么样了 她跟着我爸妈回龙都了 没有生命危险 腿脚也有了知觉 前两天还能挪动 只是左脚好像有点僵硬 估计是没有好利索 我前两天想要找你复查一下的 结果你跟你家小妹妹出去闹 我就打消念头了 我跟她真没有事 纯粹就是一个朋友 不过从今天看来 我们朋友也做不成了 你们清白我是相信的 毕竟你喜欢的是宋红颜那样的款式 这是沈红秀的飞刀 不对 对方比沈红秀智能多了 强弩之末 就不要再挣扎了 你是什么人 你以为你不说 我就不知道你底细了吗 你是乌一向的人 你跟沈红秀是一伙的 是为了赏金来天城杀我 你怎么知道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当然是沈红秀告诉我的了 沈红秀前天杀我不成 经过我一番威逼利诱 他最终背叛了乌一向 也就把底细和身份告诉我了 对了 他还提醒我怎么注意你们的存在 所以我就提前设计等你冲出来 怪不得他这些天消失不见了 原来早已经跟你舍鼠一窝了 报警 送医院 让警方好好盯着他 以你对敌人的作风 你不会这样轻飘飘放过他的 现在不仅留他性命 还让人送医院救治 有点反常啊 我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他的组织肯定会派人来营救 到时来一个抓一个 来两个抓一对 乌一向防不胜防 我不得不多想几步 恐怕不止这些目的吧 你想借他的口 向乌一向 告知沈红秀背叛 让乌一向 自己干掉沈红秀 唷 唐总英明 那女人有点难缠 我只能借刀杀人了 十三 不好了 钱就不管来砸场子了 什么 我这就过来 后天就要开张了 最好不要见血 不然会影响口碑的 咱们可以报警 把他们驱赶走 放心 我不会杀人的 我连手都懒得动 至于报警就算了 这点事就不麻烦他们了 快让夜十三滚回来 老子要当着他的面砸垫 然后再打断他一只手 敢去老子的五管打人 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我就是夜十三 不知道大家找我什么事 馆长 就是他 就是他打了沈少 他还说 八十八管 就没一个人能打的 就算黄馆长 你出手也只会被他抽 小子 就是你踢馆打人 黄馆长 你火气有点大 喝杯凉茶拜拜火 然后咱们谈一谈 这个时候 你让我喝凉茶 你是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吗 喝碗茶 压压火 对你有利无弊 一个臭卖凉茶的 也配跟我谈 老子现在就收拾你 哼 你不该说这句话的 谁要多管闲事 赫连清雪 天成五盟第一天交 也是雷千决的得意子弟 赫连师姐 一点小事 我能摆平 你何必亲自来呢 谁他妈是你师姐 谁给你胆子 跟叶先生叫板的 哼 叶先生请你喝茶 但是你天大的福分 你居然敢得脸不要脸 奶奶的 那么多人不招惹 偏偏去招惹叶巡使 韩笑忠被捏死 连维会长的自拔半斤烈酒认错 哼 没想到叶十三 竟然找到贺连清雪这座大山 怪不得这么畅讨 师姐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是你罩着的 罩 罩你大爷 比起叶先生 我扎都不是 我拿锤子罩他 什么都不知道 你嘴巴就敢胡说八道 跪下 给叶先生好好赔罪 今天如不让叶先生人量 你就在这里跪到死 叶先生 对不起 是我管教不言 为了一个卖凉茶的 贺连师姐不仅打我 还当种下贵资认使渣 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啊 叶绍 对不起 是我有眼无珠 不该冒犯你 你大人大量 原谅我一次吧 哼 叶先生 你尽管处置 要杀要寡 绝无怨言 哼 我不喜欢打打杀杀 但更不喜欢别人不给面子 黄管长 凉茶你不喜欢喝 那就喝点热茶吧 你打掉凉茶 应该不会再丢了热茶吧 哼 叶绍 刚才是我的错 你放心 叶绍的茶 我再也不会丢掉了 哼 那你就捧好了 叶十三 我确实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能找贺连清雪 做靠山 让我今天的计划 功亏一篑 但不代表 你有贺连清雪 就能为所欲为了 五盟的人 我妈也认识 还比贺连清雪的位置更高 妈 沈家三十周年电庆那天 你把韩孝忠叔叔 跟胡伯伯也带过来吧 嗯 好的 不说了 我现在正在迎接董事长他们 七董 公孙总裁 晚上好 欢迎来到天城 嘿嘿嘿 陈总 消息够灵通啊 这么准确知道我们的航班 我也算是半个沈家人 七董和公孙小姐 前来参加沈家电庆 我多少还是能知道消息的 嗯 沈家电庆 你错了 我们来天城是来找大老板的 什么 大老板在天城 是的 我们约了大老板 改天有机会再吃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